菩提切丽 这个画家对薛老师的画风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菩提切丽他的画风 然后之后薛老师再详细的来分享一下 菩提切丽这个画家怎么样影响他的创作的 因为菩提切丽是一位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这个也是影响薛老师的画的 那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其实许许多多的艺术大师 其中就有佛罗伦萨鼎盛时代的画家 菩提切丽与拉菲尔 那这个菩提切丽是15世纪后期 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的最著名的艺术大师 又是意大利肖像画的一个先驱者 也是文艺复兴这个早期佛罗伦萨画派的最后一位画家 然后到了19世纪呢 就被认为呢是拉菲尔的前奏 那今天呢其实很奇妙就是 就是也是文艺复兴这个三节之一啊 拉菲尔它世世500周年的一个日子 那这个有文章纪念说呢 拉菲尔它代表了文艺复兴和理想美的一个巅峰 而这个菩提切丽的艺术影响力呢 是被很多人认为呢 是可以跟拉菲尔并列的 他的画风呢 有着诗一般的那个忧郁的情感气质 那画中的人物呢 都是读具一种妩媚的神秘的那种特色 那刚才放的这个春呢 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然后就有这种被称为啊 独有的菲尼切丽的妩媚 那种流畅优美波浪般的起伏的线条呢 很接近这个中国的那个白苗的勾线 具有很强的这个装饰性 他生活在文艺复兴的一个黄金的时代 那这一幅大家看到的春呢 就表达了人寻求神的过程 也表达出人生每一个阶段 都是新的一个开始 就像春天般的美好 因为有上帝的爱的引领 也表达了他对美的那种体验 描绘了这个大自然的美 春天的美 就好像是一种柏拉图式的 一种美的沉思 他的风格呢典雅优美 那这个波罗蒂切丽呢 他的作品对薛老师的作品呢 影响很大 下面呢就请薛老师呢 就对这个方面给我们有一些的分享 好的 就是我留校之后呢 有一天在美院的图书馆 就是给老老师留的那个 给老师阅读的资料室里 发现了一本纸面很黄 很旧的小册子 我就立刻被他吸引住 因为这是一本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 刚才给他师母介绍做 就是波提切丽的法册 我看到这幅画呢觉得很新鲜 我们可以就近看看这幅画 当时在美义复兴到了波提切丽 一些透视学呀解剖学呀 还有光影的运用啊 材料啊都发展起来 都有很新的技巧 可以把人画得非常逼真 就像我在学院里学过的那样 但是这幅画不是这样 这幅画波提切丽并没有把当时的技法都用在这上 这是一幅淡彩画 是画在木板上的 就是我在和伦萨的时候就看到这幅画 没有这么鲜艳就是 而是这些人物造型呢 也不是很精确 有时候过长啊 就是画家就是随心所欲的在画 画家把那些因素 就是写实的因素 舍弃了一些 所以整个画面呢 就是透过这些线条呢 它表现出一种就是脱离人间的一种美 那种非物质的美 我们当时学画画是要画的越像越好 但是他他不是这样 他画的不像真实的东西 但是确实非常的美啊 就是后来我多次去欧洲啊 也亲眼看到很多唯一复兴的诗壁画 每次都很激动啊 我就领悟到我喜欢这些壁画的原因呢 就是他们在表现手法上呢 很接近中国的古典工笔人物画 就是我发现我这个人呢 虽然生活在当代 但骨子里呢 还是喜欢古典绘画的那种典雅呀 庄重啊 均衡和形式的完美 这些呢 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的油画的创作 就像有译维本的方便 means用译维本来的 Gamow